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贊助 MK Sports Zebra Athletics 银贊助部落运动 主办单位 DFA 翔龙总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世界格斗武术协会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主战场 迎接今天晚上的第五场的赛事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今天的 蓝方角落选手入场 他来自伊朗 是一位跆拳道的金牌选手 他代表的是高雄人舞跆拳道 好的 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 迎接阿尔阳 亚洋 好的 接下来要介绍他今天晚上的对手 同房角落的选手 他是一位职业拳击手 来自台湾新北市 代表的是肯将拳击 一位职业拳击手 好的这是一场超轻量级的一种力气格斗赛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蓝方选手 他是代表伊朗 来自伊朗代表高雄人舞舞蹈馆 身高182公分体重75公斤 站立值124 他是伊朗跆拳道国家队 也是亚锦赛的冠军强者 他就是欧阳亚洋 接下来介绍他今天晚上的对手 我们红方角落的选手 代表的是啃将拳击 来自台湾新北市 身高182公分体重75公斤 站立值124 他是职业级的拳击高手 他就是The Hammer大铁锤潘伯辰 我们下期见 好的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今天的場上裁判 Nick 沈志成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KOD龍中主帽亞洲爭霸戰 我是主播蔡時賢 今天的搭檔是火焰雕黃成敏 大家好 我是火焰雕黃成敏 藍方是一輪泰拳高手亞陽 紅方是打片全世界的拳擊 網紅大鐵錘 潘伯承比賽開始 周星馳以前有一部電影叫《新京舞門》 哇 小心小燕 哇 這 哇 天啊 是是是 那個腿太硬了 今天我們潘伯承有天生神力右拳 天生神力在對上 哇 他太硬的腿法 哇 小心 這是進化後的亞陽 不一樣啊 他上個禮拜剛去這個泰國打泰拳 超級 對 哎呀 目前 哇 潘伯承見血了 他的拳擊技巧還沒有辦法發揮 努力吃進去 漂亮 你可以用拳 是 哇 用高掃 太狠了 很兇 對 對 完全以腿法來對付我們的拳擊手 對 真的是相剋啊 大鐵錘有沒有機會 有 好不容易換了一拳 太硬了 被吸了 潘伯承真的太可惜地用了生命在打拳 但是那個拳擊被剋到了 下巴吃到 太重了 天啊 是的 我們的裁判妮可要保護我們的選手 應該是KO還是傷亭呢 我們看一下喔 因為潘伯承受傷也蠻嚴重的 下巴也吃了這個很重的西狀 湄公開花先處理一下湄公的傷口 我剛剛說到這個 我們的潘伯承又全天生神力 他也因此就是走上拳擊這條路 那這一次呢 他刻意用拳擊的技巧來匯匯我們的跆拳道高手雅陽 但是呢 他遇到的是一個狀態非常非常好的雅陽 他不只是純 好的 現在要先看一下成績 我們請兩位選手來到舞台中間 這場比賽被判定了 好的 這一回合呢 我們恭喜是由我們的 藍方選手 雅陽拿下了優勝 我們熱烈的掌聲恭喜雅陽 好 我們先讓選手先下舞台 我們恭喜雅陽拿下了這一場的優勝 我們看一下前方的攝影機 你覺得今天的表現怎麼樣呢 今天非常好 選手都是很認真練習我對每個人都禮貌 這是很重要 可是這次比賽 每個人都希望贏 然後大家加油 台灣繼續台灣運動 我希望繼續越來越好 可以 謝謝 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來恭喜雅陽拿下今天的優勝 謝謝 我們請稍坐休息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問一下 The Hummer 小潘 哇 小潘還好嗎 還不錯啊 就是不同的領域都嘗試一下 我覺得滿有趣的 這個經驗滿不錯的 謝謝大家 你覺得今天自己的表現怎麼樣 打幾分 就還可以啊 七八十啊 就是一般表現 那你有為了這次的賽事 特別做了什麼樣的準備嗎 沒有 我不需要做任何準備 因為 因為身為一個舞者啊 就是隨時都要能戰鬥 所以我不會為任何賽事做準備 是 非常的有自信 對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你的教練團隊啊 家人說的嗎 好 謝謝各位教練 對我平常的訓練 那雖然這一次就是沒有特地針對 就是其他的武術就是進行 就是訓練啦 所以可能才被打裂開 然後就提前終止比賽 我是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雖然因為這個雖然裂開 我是覺得還好 沒什麼感覺 但是 謝謝裁判就是為了 顧忌我的安全 然後提前結束比賽 但是我還是可以繼續打 就算打到兩邊都裂也沒差 好 你對自己未來有什麼樣的期許呢 自己未來期許 記得訂閱還有按讚分享我的頻道 拳擊小潘 謝謝大家 大家一定要去訂閱好嗎 再次謝謝我們的小潘 對 我們剛剛還沒有頒獎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頒個獎 拍一張美照好不好 好 恭喜 好 看一下前方的攝影機 是的 我們龍中之王 一種格鬥大賽的 劍龍卸甲第五場的賽事 在非常帥氣的小潘 話語下呢 終於要即將迎接我們今天的第六場的賽事了 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賽評 我們稍後見 好 看回放 這場比賽提早結束 所以我們會利用多一點的時間來看看這場比賽 哇 你看 剛開始其實已經超乎了我們的潘伯承的想像 潘伯承本來說我大腿給你踢 那我用拳頭跟你換 結果沒有對方都不踢大腿直接 往頭跟你招呼過來了 太狠了 所以幾乎大鐵錘沒有發揮的機會 你看一直一直挨打 所以不只是湄公的問題 其實他的下巴吃了太多細狀了 我覺得吃很多細狀 對 那我們醫生在現場都有稍微在看過 有沒有腦震盪 對 沒有再放你回家 但事實上這個內傷還是有的 真的 裁判沒收的OK 因為不然太傷了 那今天剛好裁判 裁判中的權威已經到現場了 來 歡迎我們的CAM哥 CAM哥他是ONE的裁判 然後也是我們這次規則 主要修訂的人員 然後很榮幸可以邀請到他 來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因為其實ONE FC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亞洲頂級 應該說全球頂級的賽事 然後我自己是 因為我是比較打力計的 所以我就會看他們的泰拳比賽 然後他們泰拳也是小拳套 沒錯 因為現在ONE冠軍賽已經在 全世界算是捲起股 就是亞洲風潮 那很多的傳泰的選手 他們是採用小手套 就跟龍龍之王一樣 對 所以其實今天看到這麼多樣 這麼多位戰力技選手 戴著這種四盎子的MMA手套 我覺得真的未來啊 當然是說選手牆會要夠 才會進行這樣的賽事 或許在龍龍之王拿到一些好的表現 會有機會再往國外出送的時候 他今天突然拿到小手套 說你今天用小手套打MMA 打泰拳 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很多戰力技拳頭 是沒辦法接受 因為他們不習慣 小手套好像綁不住 沒錯 小手套防禦的姿勢 格擋的模式 進攻的模組 都會很不一樣 所以今天 我想 今天踏入賽場上 來 來進行比賽的選手們 或許也感受到說 他平常練習 如果是用大手套 今天換到小手套 到底有什麼差 拳頭是不是很容易穿進去 或是他的格擋 平常這樣擋 就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今天 穿進來 直接穿進來 而且對方可以抓你 沒錯 還可以抓打 或是做clinch的時候 很好的控制能力 都可以去做 這種首相鋪的一個攻擊 對 所以我認為龍龍之王今天 就是在這一屆 開始啟用了這個力技規則 我認為也對於很多 台灣選手是有幫助的 因為畢竟台灣力技優勢 優異的選手是非常的多 包含這種踢拳 泰拳項目 這些都是 算是台灣主流的 這種國際運動 總和格鬥當然也有 但是相較於 踢拳跟泰拳來說 還是稍微少一些 所以或許因為開啟了 這個 這個一種力技的 這個賽制之後 可以吸引更多的 戰力技的好手 來踏入這個龍龍之王 甚至是不同的領域的 像我們這次也有 巴柔 然後也有 跆拳道的選手 他們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賽事要精彩 就是要讓很多不同的人 都有發揮他的光彩的地方 對 像小潘就是 純拳擊要來打打看 對 他賽前我問他說 你不跟這個MMA選手交流嗎 他是很會打算 他去度蜜月 順便去單挑人家拳館 去希臘歐洲那邊 單挑人家拳館 都單挑拳擊 對 因為他去度蜜月之前 有跟我拍一次影片 他控制風險 對 他在控制風險 我說你要準備打什麼比賽 對對對 然後他說 要準備度蜜月 然後又要打拳擊 台北市的選拔 要降重 很辛苦 他們都在準備拳擊 然後說我會看到他 哇 你在這個fight card上 是 哇 好像也沒有看到他在背上 因為他有很多的訓練夥伴 對 也在我武館有訓練 有教課 然後也沒看到他們約來一起練 所以真的是 他今天又帶助手是 助手是那個 也是存權的 WBO的那個拳王 麗玉哲 麗玉哲 還有他的蔣家戰神 蔣友卿也都來了 是嗎 是 他就是 他等於就是他沒有打算要跟你玩 對 他就是覺得 他用雙手來證明 他覺得可以 對 我在任何的擂台上都能夠來 就是跟對 不論對方什麼風格 都可以跟他一較高校 但我覺得 MMA或者是任何的 Martial Arts 他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你不到最後一刻 你都不知道誰輸誰贏 對 像這種四浪式效果 就是很有可能一發就逆轉戰局 這個就是 包含中文格鬥 或是 我們在KOD的這個 一種格鬥 也都很可能 因為十秒當中 也有可能快速發一個 對 降服招式 直接逆轉戰局 都是有非常大的一個爆發力 所以格鬥的運動之所以 這麼引人入勝 這麼樣的讓 全世界的風潮一路 就是 整理是 從 不管是從UFC 或是PRIDE 或是K1 都累積非常多 非常多的Fans 那希望台灣的賽事 也可以成為一個 算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賽事 對 慢慢傳播到全世界 因為CAMP你有很多的 國際賽事的經驗 就是我常 我常常在看影片的時候 看到 欸 場上裁判這不是那個 CAMP哥嗎 飛撲過去那個人 飛撲過去那個 對對對 欸 今天又是我 被選手打到那個 沒有吧 有被選手打 有被選手敲過 我可能看到的都是比較帥的那個 然後中國選手 聽不懂英文 然後就補了一個勾拳 凍正中沒清 我就嗯 原來他聽不懂英文 還好沒有自己 自己獨瞄自己喔 沒有大傷 就直接 哇 這算職業傷害 對對對 很多選手都會被打到 有 因為我要保護選手嘛 讓對方有時候亂打 就打下去 我看過有一個抓裁判泥法的 那也是萬關比賽 對 他做Hell Hook 然後他已經被敲倒 擊倒 然後裁判在對方追追 那是我的一位同事 就換了裁判長 裁判介入之後 結果那選手 感覺有點雙腳 開始做腳手 哇 那個 我跟你講那個流量超高 那個也是中國選手 他說不要笑了 就是我 他就被自己承認 他說就是婚了嘛 沒辦法 對 強裁判的就是我 他在他們自己頻道也很多 自己講說 就是我 他的那支就是上千萬的流量 在他Instagram 也算是 他打比賽可能還沒那麼有 哇 那個 以外的這種 偷襲裁判也 其實全場上 全場上很多花絮啦 包括我們剛剛沒有介紹 那打贏那個人反而我們沒介紹 那個雅陽 雅陽他也是 平常不是很好相處的 因為他的壓力大 剛才有講 他就是想贏想賺錢 拼命訓練 又受不了又幹嘛的 壓力就很大 所以這個相對來講 他到打完之後才全個壓力都釋放 但是他要求 我還要打我要加薪 我覺得相對來講 就是台灣的選手 其實在體制內的選手 比如說剛剛你提到迎期 他們會有國訓啊 會有補助啊 然後只要散打 或者是拳擊 他們在全民運有得到冠軍 都會給他很多的營養金跟補助 我覺得相對來講 台灣的這部分 是做得蠻好的 那他過去的角色 雅陽的角色是 在台灣給中華跆拳道國手 當沙包的 算是陪練員 對 所以你要耐打 你要模擬國外的高手的高招 對 陪練員 所以很強悍 跆拳道轉戰到這種泰拳 拳擊跟泰拳 剛剛 哇靠 直接都對著頭來的 就是不給你那個 有喘息的機會啊 大狼頭根本都沒有到幾次 有機會塞進去啊 沒有 他有塞到幾下 但是我覺得雅陽也是 沒有發力啊 沒有辦法發力啊 踢到自己的那個心態就改變 對 我覺得第一下高級就有嚇到 對 直接就讓他嚇到 那那個穿透力是一般拳擊打不出來的 畢竟腿的力量 腿的這種貫穿力 他又帶著四樣子MM手套 那個貫穿力又非常非常不得了 因為他本來從體制內的 就是伊朗選手 抬拳道的打法 先轉成半拳擊打法 再轉成踢拳打法 再轉成現在存在那種威力很強的那種恐怖的進攻方式 所以他自己花了很大的心思 因為選手要轉型很難很難 不同類別的選手 沒有解 但是我覺得就是最 最 我覺得刺激的就是我們可以邀請到這麼多 我們這次算亞洲爭霸賽 其實我講好刷 我有點鄉下手 我不太確定伊朗在哪裡 但反正就是亞洲爭霸賽 然後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國 伊朗就是波斯灣那邊 對 算是 中亞 所以是中東了嗎 伊朗高手很多 反而伊拉克幾乎沒有人 伊朗高手很多 伊拉克應該武器比較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兩國都在打戰爭啊 但是就是我完全沒有 在這麼多年沒有看過伊拉克的選手 幾乎一個都沒有 可能只是他比較不來台灣 沒有沒有 我在國際上跑了 我跟CAMP 對 伊朗選手很多很多 伊朗國民的這種對武術的朝上經驗是非常 非常高的 而且他們就是生活也很單純 就是你走這條路他就是拼命訓練 對 那最後當然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冠軍 但是他們那個金字塔的底端是很深很深的 對 就不是說我今天打一個項目 結果這個項目練習人 只有30個人 他們的破很大 他們那個破 哇 下面就是這個量級就是 因為我有問幾個伊朗人 他也講不出來為什麼伊拉克沒有選手 呵呵呵 了解 對啊 就是我其實我就是很 我很開心就是終於COVID算結束了 然後就有很多的選手他們可以來到這次參與 因為我們這次除了香港韓國的這位伊朗選手 也是我當初就是有做research 然後覺得他非常厲害 我是不知道他之前當陪練員的這個過去 但是我之前看他在高雄 因為他在高雄訓練嘛 他在高雄有打了一個也是泰拳的比賽 然後他也是那時候也是KO對手 但是他那個時候我覺得 還沒有完全進化 對 他是有在進步的 像剛剛老師說他是有在進步 他那個時候就是單靠一個低邊腿 那所以當然拳擊小潘有 可能有針對低邊腿有去做防禦 但是他這次他沒有跟你低邊腿 他就直接就是從頭 因為他前幾個禮拜五 去泰國打純泰 第一回合沒擊腿 那個泰國人就吃不了 就被他踢KO了 連泰國人都吃不了 被他踢到掰咖 對啊 用筋骨直接砍 不是跆拳道那種踢吧 用筋骨咖咖咖 泰國人就投降了 對 他有在進步 所以難怪小潘撐不住 那個力道已經變得太大了 而且純拳拳手他對於 可能上半身的抗擊打力 大部分像身體啊 頭部都是 拳擊手套去給他的衝擊 那個貫穿力多多少少 因為小潘可能覺得這樣擋得住 其實吃進來 你不想辦法拍掉奪掉 那個力量都撐不住 我覺得也拍不掉耶對不對 對 我看 那個力道真的太大 對 頭子帶 以這樣的規則底下的小潘 確實是比較吃虧 尤其他又沒有再加入一些 其他武術項目的訓練 但是沒有關係 他就是一個勇者 而且他精態真的很好 而且是他的頻道裡面 一個蠻可能會點擊掉 爆掉的一個 因為他就算是知道 對方是戰力技好厲害的 他也是用拳擊去貫徹 對 他就是 這個就是真男人的表現 真男人 真的是非常願意 是 下次也許有二番戰 對方還沒欺腿之前 我那個 對不對 全都先給他灌下去了 我覺得他需要進步 就是如果你單純 像一種格鬥 我覺得他就是你一定要 像前面那些 都是有融合各類的武術 比如說柔術 像那個你記得Hybrid Girl 我覺得他就是把柔術的精神 運用得很好 那他把北岸花壓 壓制在龍邊 對 或者是像那個 The Lover 他的那個腳 出的那個 有夠刁鑽 他應該是 我覺得他中代的訓練 也讓他就是可以做出這種 柔韌性很高的攻擊 所以一種格鬥的鼻祖 當年的阿里對上珠穆 阿里一直在神圈上面跳跳跳 嚇死了 珠穆在底下踢踢踢 一種格鬥這樣 這樣來了 有有有 我記得好像最一開始 UFC就是也是 各種不同的 對各種不同的 去對抗 那因為現在我們採用的規則 還是算是 擷取一部分的格鬥 一部分的戰力格鬥 等等的這種去 去打造一個新的一個平台 那或許這樣的比賽 也可以吸引一些 他還沒有把地面揉出 準備很好的戰力機選手 來參加這個 龍龍之王的一個賽事 對那另外一方面 在觀眾的觀點來說 我戰力打擊的 次數很多 可看性更高 也不會說在地面上 可能 普遍的觀眾們 對於柔術的訓練 可能相對比較少 所以 對於這種 有些柔術只看不太懂 對就是會有點看不懂 那其實這次需要時間 慢慢慢慢的去 累積去 教育觀眾 對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擊倒 看到這種 一拳 碰睡著的畫面 那個是 這是最刺激的一個 一個享受 但是我覺得 就是柔術的底子 我現在發現 就是有柔術底的人 來練這些力技 他們的不管是力的質量 然後就是那個力的那個 我覺得他是 通常我的感覺 當然您可以有不同的見解 但我覺得我的感覺 是他們的表現會更好 你一開始就直接練成力技 我覺得因為龍中的規則 他可以在鐵龍旁邊做纏鬥 對 他在拿靶衛的一個狀態下 都會很精準的拿到一個 可以摔倒對方 壓制對方的一個靶衛 而不是說用泰式的Clinch 去為了膝狀而拿靶衛 他會又能夠做膝狀 又能夠摔對方 這是兩個 互相可以去串接的一個武術 尤其在這種中近距離 對 大家想說近距離 所以我的泰拳就是手肘膝撞 那外加一個摔法 那就是融合在裡面 是 因為我們要談的 真的太多了 今天有幸的請到這個我們的CAN 來跟我們一起 來講解這些東西 接下來第六場是大將戰 由男子這個台灣柔道怪物 尤凱文對陣香港MMA高手 Berneth Fun 我們休息一下阿翔回來 CAN